有些時候這個男生跟女生 這個感情的問題 會鬧上社會新聞版面 這個我們也看多了 但是下面看到這位 跟我們業界的媒體人還有關係 對 當然不是跟他本人有關係 是跟他的家人有關係 但是不過我們講說 夜路走多 總是會碰到鬼 我們就講說 我們這位知名女主播的弟弟 也是個帥哥弟弟 美女姐姐跟帥哥弟弟 帥哥弟弟叫陳家軍 那他現在已經改名了叫陳偉翰 對 已經改名了叫陳偉翰 那其實大概在2009年的時候 某八卦雜誌 皆會跟選美小姐的投訴 一個翁姓選美小姐的投訴 然後他還記了很多的照片 就比較不堪的照片 有不雅照 也有身體的私密處的特寫照 然後跟週刊爆料 然後他被這位陳家軍嫌生性侵害 那時候新聞鬧得非常非常... 那當然後面這件案子 後面就結束了 因為為什麼 後面剛剛法院官司打了兩年多之後 這位陳家軍先生被禍判不起訴 就是不起訴 所以就是沒有這件事 對 沒有這件事 後面法官還是認為他們是 兩情相約狀況下互拍的一些照片 只是說故意留出來 那當然為情翻臉 但問題是陳家軍為什麼會鬧出 櫻溝裡翻船 因為他之前跟很多很多的明女人 大概都有過一段戀情 還包括我們很多藝人林美蓁 對 然後還有伊能靜 伊能靜也有 而且都是所謂的姐弟戀 都所謂的姐弟戀 所以他鬧出了很多很多段戀情 還有跟... 因為他喜歡榴槤夜店也愛喝酒 所以跟很多的小魔 也都有關一段戀情 所以變成說他的私生活 比較亂一點 結果後面他那個時候在2009年之後 然後他就跟一位 一位我們公關圈的一位財女 對 叫林苡琪結婚 林文綺結婚 那當然他後面也是覺得說 好啦 那妳訂下來了吧 而且老婆也是個知名的名媛 知名業界女強人 那結果有一天 突然間 這位他老婆在他臉書上 貼了一個家暴力 家暴力 還有驗傷彈 媒體界又嘩然了 講說妳才剛鬧出這個 所謂的性侵事件 然後也禍判不齊數 怎麼現在又跟老婆家暴 怎麼下面還沒完 對 現在後面又要鬧離婚 然後後面雙貓就因為家暴 然後又鬧離婚 後面姐姐正式分手 那家暴這件事情後來有沒有 後面他們就因為家暴這件事 沒有鬧上法院 但後面因為 也是因為這個期的影子 所以後面兩個人鬧離婚 對 那鬧離婚之後 他後面後續還是 他又跟另外一個集團的千金 在一起 對 又在一起 然後忽然 所以說後面 他這個情史不斷 所以對人家出來控訴的女孩子 也不斷 但至少就是說 還好能名稱保身到現在 真的 所以我們只能說 但是不要玩得太過分 或者一模一種 四位班團 所以是他玩得名稱很兇 但是還沒有真的讓他突刺 真的 對 還好 還好 謝謝大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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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